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这一期跟大家聊聊最近的事 因为我的视频 这应该是我的新频道的第一个视频 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 然后我搬频道的原因 在之前频道里面 社区里面我也说了 主要是因为可能是不是我的频道 被油管降级 然后到了垃圾频道 如何如何 所以说换个频道来做 首先在这儿 跟大家聊聊今天发生的事 今天发生什么事 今天太热闹了 今天只要刷新油管上的 算是国内去或爱国去的自媒体 我的天哪 这个来进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什么样的都有 你真的是你能想象的到 真的是神奇 各种消息满天飞 恨不得 都快出了阴谋论了 首先 有两个人是重点 一个是萨莎 一个是 一个是博通 真的很博通 关于萨莎呢 然后大家会说 她跳反了 她怎么原来看起来是个爱国的 怎么今天变成这样了 以前我做视频说过萨莎 然后今天我不再说 我不多说 说她嫌温浪费我的口水 你像国成 国成老兄 然后做了一期视频 说萨莎 我觉得说的还不错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评价一下 可能就是我觉得 不 国成做的太有一点 就是客气了 好像在拉自己哥们儿似的 哥们儿你不应该这样 你不应该这样 你这样的话特别不好 你真认为她不知道吗 你真认为萨莎她不知道吗 你真认为萨莎她以为她说那 她说那些话 然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她不知道吗 她是第一天 站在大家面前做媒体吗 做一个自媒体吗 她是第一天录一期视频吗 应该不是吧 每一个人录视频的时候 心里面都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自己想说什么 她想说什么 她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每一个人其实是知道的 在这里有很多人 今天早上开始 就由我这边的网友 给我发评论 说让我说一说萨莎这一期 结果因为今天想换个频道 然后来做一做 所以就一直好好摸摸摸 磨蹭到了晚上 才做这一期 然后其实是这样 关于萨莎这个事情 尤其是到了晚上 看得更清楚 萨莎又发了一条最后一期 生物又是最后一期 到底是不是最后一期 不是 你看看萨莎最后那一段话说的 在我这个频道 你能看到更客观的 更如何的 更有观点的一些想法 最后一期你去哪看 他更有观点的想法 这种自打脸式的说法 而且很多的咱们的网友 还是那么的买单 我这个有点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个世界它就是这样 那我给大家真正的来一个 从一个侧面的角度 看这些事情 什么样的侧面的角度呢 来算个账 算账 数什么呀 老五你数什么呢 我数的很简单 数人头啊 有很多人说啊 中国啊 没有一个民族素养 没有什么 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 怎么没有啊 中国人智商上是比谁差呀 中国人是面对啊 做这些民粹是比谁不如啊 以前我就有个观点啊 文革就是最典型的民粹呀 文革最有名的那位 凯大富 他真的是为了理想 才号召跟着他的 红卫兵们闹事吗 不是 你就稍微看看 凯大富这个人是个很聪明的人 然后你看一看啊 为什么我说数人头民主啊 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提到民主 原因很简单 民主他就是数人头啊 你永远你的票数 要超过你的对手 你就赢了 这就是民主 你永远要算到 你说这些话 你干的这些事 是不是能拿到超过50%以上的人支持 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去想 所有人都来支持我 你你也不用去想 90%的人支持我 80%的人支持我 然后60%的人支持我 不用 你超过50%就行了 所以呢 你永远只要稍微再算一算这个人头 就可以了 什么叫算人头 以前我跟大家聊过 国内的一些舆论的环境 恨国党啊 大家也都知道 什么这恨国 那恨国 大家有想过 为国内的舆论环境只能分爱国和恨国吗 不会吧 然后国内啊 对于政治环境啊 对于政府啊 不满意 成天发牢骚的人有多少 有些人天天发牢骚 有些人偶尔发那么两句牢骚 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个小虚荣心 发牢骚 然后有些人可能不发牢骚 但是的话 也觉得啊 政府应该偏向给我点什么资源 然后我就能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是不是这样 然后大家关于国内的人头 我给大家一个角度去观察国内的人头数怎么算啊 我用三个APP的Google Play的下载 然后的话 看这个数据 大家就应该知道 到底中国人 然后的话 他到底是关心的 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Google Play可能有很多人说啊 国内不能用啊 如何如何 但是的话啊 他到了一量一定的数量级的时候 就能看出来中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在我给我给大家贴出来啊 Google Play的这个数据 网易新闻的下载量 100万家 头条新闻的下载量 100万家 新浪新闻的下载量 50万家 新浪新闻是 我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啊 新浪新闻是最保守的 算是媒体吧 互联网媒体 它的角度呢 从一开始就是海量新闻 然后的话永远也没有什么 也没什么就是趋势 因为新浪这家公司啊 早些年就是一个股权制的了 然后他没有一个真正的老大 不会像什么搜狐的张超阳啊 网易的丁磊啊 有一个人说话算 然后新浪好多年前就已经是董事会 这样的制度开始运行了 董事会的制度 没有一个老大 他代表了什么呢 你这个公司的所有的观点啊 都得让所有大部分人满意 你让大部分满意 就不会有激进的观点 然后你像张超阳啊 你像网易 尤其是网易 你就能看出来 他自己本身的那个观点有多强烈啊 张超阳虽然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啊 奇奇怪怪的 有些思想说的话也奇怪 做的事也奇怪 你能看我们搜狐新闻你就知道 然后你看丁磊 你看网易新闻 你就知道丁磊是个大概什么样 什么样想法的一个人 他的导向应该是什么样的 然后新浪 他是一个基本上是最平庸 最中立的一个新闻媒体啊 网算是互联网类的新闻的软件吧 新闻的网站 他的下载量50万 然后像网易新闻100万 然后头条新闻100万 头条新闻应该算是最近这些年发展特别好的 那么一个算是APP啊 然后的话发展的那么好 也就是跟网易新闻打了一个同等量级 然后网易新闻呢 大家也知道我经常骂网易新闻 网易新闻的评论里面 对政府对政府不满意的人占了少说得70% 然后对政府满意的人有也就是个百分之二十三十的量 就从那个评论的数据那边看得出来 然后好嘛 大家就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 我要算人头了 我要纯粹的恨国啊 中国哪哪哪哪都不好 哪哪哪哪哪都不好 真有那么多人看吗 也没有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建设的如何 中国的GDP怎么着世界第二 美国人真的把你当对手了 傻子也知道中国现在还凑合 好吗 不是最好 中国还行 所以说你完完全全啊 恨国去了 骂中国如何如何 也没人看 你完全爱国呢 在国内来说完全爱国的人不多啊 真的是不多 就是说啊 中国哪哪哪都好 中国为什么叫中国 中国就永远走那个中 中庸之道吗 所以大家都不是太喜欢极端 而且咱们中国还经历过文革 经历过文革的国家 跟其他地方都不会太一样 经历过文革的人 对于群体 他是有恐惧的 对于极端也是有恐惧的 因为只要你经历过文革 你就会知道极端 有多可怕 所以中国其实大部分老百姓 还是比较偏中间的 所以这些人就出来了 我是一个客观的 我不站 我没有团队 我不结党英私 然后我这边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这就是属人头 这就是属人头 用那句话来说 干嘛智商筛查器 筛下去就行了 所有的视频里面 跟你说的永远都是 你只要看懂我的说的话了 你就是有水平的 你高 告诉大家 原来李洪志也是这么跟他的学员说的 你只要能懂了李洪志说的话 你就牛了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能够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事情 应该就会明白 应该就会看得清楚 而且今天这是关于萨莎 而且今天整个中文区的算是中文爱国区的这些up主 YouTuber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那就是博通的账号被注销 博通的账号被注销 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之前博通也没有说 然后到了今天晚上 我发视频之前不到一个小时 博通又发了又来了一个新频道 又发了一条视频解释了一下 他的频道为什么消失掉了 首先我先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 在说前面的光怪陆离的一些事情 然后博通说了 他是因为被某些人疯狂的举报 疯狂的举报 然后注销掉的 举报他的数据量不会少了 大家想也不会少了 才会注销掉三个频道 然后博通也说了 就算你们越来越闹腾 越来越举报 我也要继续玩下去 就要继续玩下去 跟你们死磕了 这是博通的他的频道消失的原因 结果在博通发出新的视频 解释这个原因之前 很多人包括国城老兄也说了 博通他问了一些斗鱼的主播 是不是斗鱼的主播告他是 因为斗鱼给压力如何如何 这个斗鱼给压力不可能 为什么呢 斗鱼上很多主播都在油管上面发视频 然后还有某位 然后的话 我给大家一个看问题的方法 我给大家看问题的一个方法 所有把博通他的频道注销掉的原因 放弃了 放弃了 是因为国内在收紧言论 国内的舆论环境在收紧 那是在做什么 他没有实际的证据 但是他还要说这个话 大家可以看看是谁说过这些话 大家去找 他是在做什么 他也是一样在教你恨国 刷刷刷刷 又给他数人头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他说这些话 他觉得有人信 为什么呢 因为国内的像网易新闻这种算是有点反贼的性质的一些媒体 他的下载量还是多的 这些算是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还是多的 所以大家也许可能一说到台湾骂大陆了 那不干了 骂中国人不干了 这些人是有这样的 但是他们走的是中间的 我是中国 我是中国人 你不能骂中国不能骂骂骂骂骂我们中国人 但是的话政府啊 那也确实有不好的 但是他也说不清楚哪哪哪不好 但是持有这种心态的人很多 所以呢 一说出来啊 博通是因为政府啊 让斗鱼 关了 关了那个博通的那个频道 他自己注销掉的 这是在做什么 教你恨国呀 教你恨国 自己就 就就 就像我之前发评论 发了一条视频说 我也是说我猜 我猜 然后根据我的那些经验来猜 然后的话 我我后来啊 不不说 博通那个 自己换频道的原因了 我说了一套什么呢 我说了一套 我对油管的看法 那是我对油管的看法 那不是跟博通关频道没关系 我只是说 为什么啊 那些人啊 能够造谣的还活得好好的 然后不造谣的频道就得做个 不造谣的人就得做个副频道 这就是我的看法 可是啊 大家也知道那些人在说什么呢 有可能国内啊 舆论管得严了 国内舆论啊 最近在收紧 所以呢啊 政府啊 让斗鱼啊 然后管住啊 管住管住这些人的嘴 这是在干什么呀 他们都是在算账啊 算这笔账啊 数人头啊 愿意相信这些话的人 还是有 但是我相信 大家还是愿意听真相啊 我相信啊 大家还是愿意听真相 打脸 这个事情啊 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 挺可怕的 如果我们说错了哪件事情 如果我们哪句话说的不对了啊 被打脸了 真的是我们是要脸的人是在乎的 大家可以看看经常被打脸的那些人 他们在意吗 他们在意吗 像我们这些人啊 如果被打脸了 我肯定第一时间来道歉 我肯定第一时间来道歉 那些人他们道歉吗 我说的是死同济 还有等等等等 大家去看 包含最后一期 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说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人 大家真的是可以看看这些人 相信啊 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啊 打脸也不在乎啊 然后最后一期啊 什么都不在乎 因为大家选择喜欢这些人 大家选择喜欢这些人 就是这样的原因而已 这个这件事情先说到这儿啊 关于属人头 我继续跟大家说几件事情 属人头民主 谁属的好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呢 是特朗普川普 特朗普为什么啊 一直在黑人那边啊 名声不好 然后一直 反正黑命贵的运动啊 川普呢 反正是永远不软 一直保持一个强硬的态度 保持这个强硬态度 做冲突 然后让黑人恨他 黑人恨他是为什么 因为白人票多呀 在美国如果黑人 占了60%的人口 你看看川普还这样吗 他绝对是一个啊 我我是一个啊 不是种族主义者 我是一个啊 原来的蓄奴的 这太可恶了 大家保证是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说川普傻吗 大家都认为啊 川普怎么神话的感受啊 川普很惊的 他是一个生意人 生意人 不会算利 谁会算利呢 对不对 生意人不算自己的利润 谁算自己的利润呢 然后这个生意 他一直以来啊 不去赚 不去赚钱 赔着钱做 然后糊里糊涂 这叫生意人吗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谁啊 柯文哲 台湾的柯文哲 为什么我说柯文哲呢 大家可以回看 柯文哲的成功之路 我对柯文哲有印象 其实就是起自于太阳花运动啊 太阳花运动里面 柯文哲可是支持那帮学生 最近最有利的那么一个人 那帮学生啊 看见柯文哲的高兴的不得了啊 柯文哲一来了 柯批一来了 那叫一高兴啊 柯批一说话就是好棒棒 为什么呢 柯批那时候所有说的话 都是支持这帮学生的 而且那个时期柯文哲说起228 那倒是充满愤怒的 他是一个228的受难者 然后他的父亲 从他嘴里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死亡时间 大家这个可以去看啊 很多人都说过这个事情 在他在他嘴里 他爸爸死的时间都能改 然后 然后呢 柯文哲这个人 他是从一个深绿啊 刚开始是被评了 是深绿 墨绿这样一个基础的人 出来了之后 他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我白色呀 我是一个白色 白白白色联盟啊 然后的话 我这边的话 是跟蓝营的不一样 我跟绿营的也不一样 我这边走的是一个中道的 他开始吸收蓝营的票了 他在台北选呢 他在台北选 他在台北选 他不看蓝营 他看谁呀 台北啊 除了陈水扁时期啊 然后陈水扁只当了一任市长 其他的时候都是蓝营的市长 或者偏蓝营的市长 柯文哲也算是一任的另类了 但是的话 柯文哲上台之后 还是比较要吸收那些人的票 这就是柯文哲啊 也在数人头 数数数123123123数清楚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看 你愿意去听什么样的话 你就选择去听 你愿意选择啊 我有点恨国 我觉得政府哪哪不对 你就去听 但是你要看清楚 这个人是不是经常打脸 这个人是不是在说实话 对不对 你愿意恨这个政府可以 你不是恨国党 我可以认为你不是恨国党 你不恨中国 你看见台湾人骂中国你也恨 骂支那人你也恨 但是你得看看 说这些话的那个人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导向吧 他到底是不是在说实话 是不是经常啪啪啪啪啪啪 被人打脸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人 你觉得无所谓 那也没关系啊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肯定不会选择喜欢这种人啊 然后经常说的话 颠三倒四的人也有啊 然后一会儿这个主意 那个主意 一会儿左呀右呀 从前评论这些的人 被人夸夸夸也是出来一顿一痛打脸的 结果呢 啊 还是在说着那些话 而且还是在评论着这些事情 然后还有人去看 还觉得他好吧吗 不管是左中右都可以 你数人头也可以 但是大家啊 花着自己的时间 看着视频 听一些假话 听着一个人 一个人成天在说假话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能永远百分百正确 但是的话 你自己错错一回可以 你不能老错吧 你老错你好意思吗 而且看着利益的去错 数着人头去错 然后人看见啊 老百姓啊 今天反美了 我们来骂美国 今天反台湾了 我来骂台湾 今天反日了 我骂骂日本 好嘛 现在的话啊 平稳了是吗 平稳了是吗 政府也有问题了啊 台湾美国什么都没事了 印度也没事了 政府也有点问题 哪哪人多往哪扎 大家可以看看 这是不是这个是 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 有没有这种啊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好好想想这个事情 别再掉进去了 好吗 有些时候啊 大家可以看评论啊 如何如何都可以看啊 打脸是否 是否 是否对 是否错 思考 好吗 思考 让思考能让人进步啊 很俗的一句话啊 但是的话 你不能百分百接收 然后百分百反对吧 一个人 他身上都有信用值的 然后这个人天天被打脸 天天说错话 你还选择相信他 那你觉得你是能 你能往对的方向 方向去走吗 你到最后还是愿意变韭菜 对不对 天天说着政府 这个政府割韭菜 那个政府割韭菜 结果 结果呢 自己喜欢的这个人 天天说错话 然后他就是来割韭菜 他属你人头的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做这个视频呢 也就是希望大家能看得明白 想得明白一点 好吧 这一期视频 我就做到这儿了 希望大家喜欢啊 再见